欢迎来到我们的体育网友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令人兴奋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要带大家回顾一下 纳达尔在瑞典公开赛的决赛中布迪波黑斯 这位西班牙网球名将未能夺得两年来的首个冠军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琼斯杯篮球邀请赛 台湾篮队在最后一战中西败菲律宾 球员贺博赛后感动落泪 感叹球队如同佳人 最后我们将带您回到中职明星赛 潘威伦与高志刚再度重现经典头部搭档 现场气氛热烈 球迷们欢呼不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央社西班牙网球名将 蛮牛纳达尔在瑞典公开赛决赛中遭遇失利 这是他两年来首次打入巡回赛级别冠军战 尽管展现了商欲付出的气势 但纳达尔在比赛中发球和底线抽球不够流畅 最终以6比3 6比2直落2 输给了葡萄牙选手波黑斯 比赛持续了88分钟 波黑斯破发纳达尔5次 而纳达尔紧急出5个制胜球 出现了19次非兽破性失误 纳达尔在赛后坦言 今天不是我表现的最好的一天 并对波黑斯的出色表现表示了赞赏 中央社台湾男子篮队 在琼斯杯篮球邀请赛中 以79比83步敌菲律宾 无缘将冠军留在台湾 赛后忍不住落泪的赫博表示 感觉很痛心 因为所有人感情好到就像家人 本届琼斯杯中 台湾蓝队曾拿下七连胜 但在最终战中 第四节一度取得七分领先的情况下 接连发生关键失误 导致失去领先位置 总教练图奇表示 虽然最后只输四分 但球员情绪管理和比赛阅读 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高博凯也透露 对比赛结果有点失望 但他享受与队友相处的时光 希望台湾队有更好的未来 中央设中职明星赛中 退役球员高志刚在舞局下 换上不守护具 接投手潘维伦的球 重现经典头补搭档 自2017年退休后 高志刚首次上场接球 他表示接到球的瞬间直呼熟悉 那样的位移 静雷角度就是嘟嘟的球 高志刚透露 虽然退休后势力有所下降 但他非常担心没办法把球接好 因为对潘维伦来说 这两球意义重大 明星赛还安排了 王健明 林岳平 洪一中 陈金峰等退役球员上场 制造了许多期待和欢乐 高志刚笑称 虽然这些退役球员 很久没挥棒了 但他们竟然还能打得到球 中央社报道 中职明星赛上 潘维伦与高志刚的经典头补搭配在线 成为当天比赛的一大亮点 潘维伦接替中继 球迷们高喊高志刚的名字 重现了昔日的经典组合 潘维伦仅用两球解决了对手 成为史上最年长的明星赛中继成功投手 潘维伦在赛后表示 这次经历将永远留在他的脑海中 这也是潘维伦第13次参加明星赛 他感性地表示 球迷的加油声是他最大的动力 这次明星赛将成为他职业生涯中 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联合早报报道 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赛马赛事之一 新加坡打比赛在克兰芝赛马场 举行了最后一届 共吸引了约5800人前来观赛 首届新加坡打比在1880年举行 至今已有144年历史 为了感谢马民们的支持 赛马公会免费开放一楼看台区 并在克兰芝地铁站和德士站之马场的走道上 准备了故事版 介绍这项赛事的历史和重要事迹 最终 林加撒托赢得了这场比赛 骑士雷马克和猎马师马定贤 共同庆祝这一胜利 赛后克兰芝赛马场还将进行两场大赛 分别是英女王二十杯和第一百届新加坡金杯赛 中央社报道 能人家商知名教练林正明骤士 享年63岁 昔日爱徒林雁廷和尤艾哲 在琼斯杯赛后记者会上回忆恩师 林雁廷表示 林正明不仅教球技还教做人 是林傅平教练 由爱哲提到 林正明是他成为职业球员的第一步 非常感谢恩师的指导 当天的琼斯杯比赛中 台湾男子白队凭借莫巴耶的出色表现 击败日本队 以第五名作收 总教练桑茂森对球员们的成长表示欣慰 希望他们未来保持热忱 更坚定地走下去 中央社报道 中职明星赛在台北上演了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 高潮出现在九局上两人出局时 王健民登板投球 对决红衣中陈金峰和彭正敏 场面十分紧张 比赛中 台湾队在四局下靠朱玉贤的安打追平比分 接着在八局下 由陈辰威和林安可合力打出超前分 最终以四比一拿下明星赛二连胜 潘威伦在五局下出场中继 引发全场球迷欢呼 成为他球员生涯的经典时刻 比赛高潮在九局上 王健民登板投球 红衣中上场打击 陈金峰遭处深球保送 彭正敏敲出二雷打 送回一分 但最终台湾队依然胜出 两天比赛共吸引了六万多名观众 创下新的观众人数记录 联合早报报道 美国短跑名将莱尔斯在伦敦钻石联赛中 以9秒81的个人最佳成绩赢得男子100米冠军 这也是巴黎奥运前的最后一场白米赛事 莱尔斯的起跑迅速 轻松击败潜在的奥运竞争对手 直指巴黎奥运会百米金牌 他表示 虽然起跑本可以更好 但整体表现令人满意 莱尔斯对巴黎奥运会充满期待 尤其是四成以100米接力 希望能打破由博尔特领衔的亚买加队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创造的世界纪录 南非短跑健将阿卡尼·西姆·拜恩 以9秒85获得第二名 波茨瓦纳选手莱希莱·特伯格 以9秒88排名第三 扯平波茨瓦纳国家纪录 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首号女单网球员郑清文 在巴勒默网球赛中表现出色 打入决赛 这是他自今年澳大利亚公开赛后 首次进入决赛 郑清文在半决赛中对战法国选手戴安娜·帕里 以7比5、6比4的成绩直落两盘胜出 他将在决赛中迎战卡罗利纳·穆霍娃 这将是他们第二次对战 郑清文在今年1月的澳网打入决赛 但不敌阿里纳·萨巴伦卡 对阵戴安娜的半决赛中 郑清文表现出色 连续三次破发拿下第一盘 并在第二盘的第三局破发成功晋级决赛 他表示 这场比赛中情绪更加高昂 对手戴安娜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特别是在红土球场上的手感和节奏变化 中央社 中职明星赛在台北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 两天内吸引了超过6万名球迷涌入球场 创下新纪录 比赛的高潮之一是统一期11师队的投手潘维伦登板 球迷们高声呼喊着他的经典搭档高志刚的名字 迫使高志刚也换上不守装备上场 两人再次在明星赛中合作 重现了曾经的经典时刻 潘维伦仅用两球就让刘继红出局 随后在全场欢呼声中退场 这也是他球员生涯最后一次 在中职明星赛中亮相 昨天 明星赛吸引了33,688人入场 今天则有28,666人 两天累计62,354人 创下了明星赛的新纪录 明报,在巴黎奥运的热身赛中 美国南篮在伦敦O2体育馆 面对南苏丹队险些翻船 最终靠39岁的乐邦战士 在比赛结束前8秒的关键上篮 以101比100险胜对手 避免了队史首次输给南苏丹的尴尬 美国队此次重组了强大的梦幻队 包括史蒂芬居里 杜兰特、安毕特等顶级球星 但杜兰特因伤缺阵 南苏丹队则有几名曾效力NBA的球员 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比赛过程中美国队一度落后 但在詹士和安东尼·戴维斯的带领下 最终逆转取胜 赛后,詹士表示这样的比赛 有助于提高球队的警惕性 而居里则强调防守的重要性 南苏丹队的主将云恩加比尔 则希望通过比赛为国家带来更多希望 中央社 台岗雄英队的吴念廷和中信兄弟队的王微臣 因为各自的父亲吴富莲和王光辉的关系 从小就认识并一起长大 两人此次一同参加中职明星赛 吴念廷表示非常开心能与王微臣一起比赛 而王微臣则调侃吴念廷喜欢讲官话 两人从小住得很近 经常一起玩耍 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王微臣笑称两人都有黑历史 但现在都已经成熟了 吴念廷形容王微臣 是个完美主义者 对外形和技术都非常执着 而王微臣则透露在经典赛期间 体验过吴念廷的训练方式 对其恢复训练感到非常惊讶 并表示从中学到了很多 中央社日职火腿队CBO丽山英树 今天现身台北大巨蛋观看中职明星赛 并与过往子弟兵王博荣热情拥抱 丽山英树对火腿队现役台湾投手 孙毅磊给予高度评价 称其具备异军水准 期待其健康成熟后能够在异军亮相 丽山英树透露 孙毅磊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球速也在稳定提升 对于年底世界12强棒球赛 如果台湾需要孙毅磊加入代表队 丽山英树表示 火腿球团会在进行讨论 联合早报 国际奥委会表示 日前的全球网络故障 对巴黎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是 一次很好的考验 网络安全公司 Cloudstrike的软件更新 导致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受影响 造成全球大范围档机 包括飞机停飞 广播停播等问题 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称 这次事件是对奥运会准备工作的一次 有效考验 亚当斯提到 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 也曾遭遇网络攻击 强调奥运会是重大目标 因此有大量保护措施 确保准备充分 此外 国际奥委会将于下周六投票表决法国申办2030年冬季奥运会的提案 尽管法国近期的政治动荡可能带来一定影响 联合早报 在一场新加坡时间星期天凌晨进行的热身赛中 詹姆斯在最后时刻突破上篮得手 帮助美国队以101比100险胜南苏丹 比赛中美国队开场表现强势 但南苏丹随后反超并保持领先 第三节末尾 詹姆斯带领美国队打出一波进攻高潮反超比分 第四节双方比分紧咬 最终詹姆斯的关键上篮帮助美国队获胜 美国男篮主教练科尔表示 这场热身赛的强度类似奥运会 并承认自己有些大意 詹姆斯赛后表示 美国队仍需时间磨合 尽管目前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 南苏丹队表现出色 差点暴冷战胜美国队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属丹底越前 战胜前 b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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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